各位方全民 早安玩玩 我是阿都凱 昨天的交易案是睽違九年的交易案 那一定就會有人好奇 過去九年以來到底有哪些交易 今天我就幫大家整理出來 自從2010年開始的交易 以及交易後 他們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從2010年開始說起 當年發生了四宗交易案 第一宗是發生在2010年的季初 當時兄弟像以內野手黃志祥 當作交易籌碼 從Lanew熊換進了 同樣是內野手的黃士豪 而黃志祥來到Lamigo後 出賽機會大幅下滑 連續兩年僅在一軍出賽六場 甚至一度氣打從頭 雖然2011年那年充實打擊 在二軍繳出3x23 4x22.497的打擊三圍 但在季末還是提出任意退 而至於黃士豪 則是來到兄弟後大方一彩 儘管打擊沒有太出色 但是還是用手臂站穩了一軍先發 還拿下了三屆金手套 更在退休後 成為專業的手臂教練 雖然是內野手換內野手的對位交易 但對於兄弟來說 這可是他們相當成功的交易案之一 第二宗發生在2010年的季中 當時兄弟向以方克偉加上現金10萬元 跟新農牛換進了郭建宇和王建勳 方克偉進到新農後 征戰了一軍將近10年的時間 從新農到富邦一共出賽的510場 更在2017年足足出賽的90場友 拿下補手金手套和最佳食人 直到2021年被戰力外後才暫時退休 至於兄弟向換進的外野手 郭建宇和投手王建勳 因為兄弟向外野人才積極 郭建宇僅在兄弟向時期 有超過50場的出賽 2013年出賽101場打下2x88 3x31.323的打擊三圍 但這也是他的生涯年了 直到郭建宇受到陳子豪的擠壓 因為沒有空間可以使用 所以也在2016年遭到釋出 另一位換來的王建勳 則是無法複製他在新農時期的 防禦率2.61的表現 儘管在二軍能把防禦率壓在三字頭 但義軍連續三年的防禦率都高達5以上 其中最高的防禦率為6.75 也在2016年和郭建宇一同遭到釋出 左移右兩個人在牛棚裡頭熱 然後等看看是右打還是左打 我們差到這麼多了 大概也不必要這樣子去考慮了 男人是投球的 14比0 搖搖領先 第三中則是2010年季末 兄弟向以現金交易了李峰華 跟外野手石燕尾 不過老將李峰華只替兄弟向投了兩年的球 雖然出賽55場 角出防禦率3.11的成績 但因為年紀過大 而在隔年堅韌投手教練 但是2012年季末 還是遭到兄弟向的釋出 而轉戰統一師 至於池燕尾 則是三年只在兄弟向出賽71場 最好的成績 是在2012年的出賽18場 角出2×81 3×43 點281的打擊三圍 之後因為郭建宇的擠壓 完全沒有出賽空間 最後在2013年季末 找到兄弟球團的釋出 第四中根本是噱到爆的交易案 就是 同一世界的張泰山 2011、2012、2013 三年幾乎全勤 PT球隊貢獻了260分打點 與40發全球打 也幫同一打進兩座總冠軍 若以250萬元換進了兩年的冠軍班底 大家覺得值不值得呢? YES 之後就是2011年的兄弟向 跟桃園的交易案了 他們以陳冠仁換進了桃園的里居冠 這是近10年最讓人疑惑的交易案 以3、3、4的角落外野 換進防禦率5.76的牛棚 不過陳冠仁進到原隊後 僅僅在2012和2014兩年出賽數超過80場 其他都因為受傷和競爭無法出賽 最後在2015年被桃園堆釋出 至於這幾年的打擊三圍 僅有在2014年沒有三成以上 其他都有三成以上的演出 另一個李居冠來到兄弟第一年表現進步 以52場出賽 交出防禦率3.99的成績 但2013年以後則又被打回原型 又因為受傷 所以也在2014年的季末被忠信兄弟釋出 對對不是要對 這球也打得蠻紮實的 在右外野方向向到深遠 圈淚打 小飛機陳冠仁在四局下半開轟 這一支圈淚打帶有兩分的打臉 也幫助桃園堆一局超前的 之後就是2012年的交易案了 由兄弟向投手李金木 換進統一內野手鄭乃文 李金木被交易後也沒有太多的出賽空間 三年下來只替桃園吃下38.2局 而且防衛率都在6以上 2015年的季末則是遭到統一師釋出 另一位交易籌碼鄭乃文 因為守備位置是一壘 以他的表現幾乎擠不下不動一壘彭正銘 所以在沒有多重守備的情形下 根本沒有太多的出賽空間 最終在2014年季中提出任意引退後 就到基層當教練 2013年同樣有兩則交易案 我們依照時間排序來講 第一種發生於2013年季初 是由桃園隊的投手梗柏軒 加上30萬元換進兄弟向的投手王英山 梗胖來到兄弟的前兩年 發展可以說是非常的好 2014年和2015兩年下來 一共吃下48.1局 防衛率都壓在4以內 算是堪用的牛棚戰力 可惜2015年表現完全炸掉 也在季末遭到兄弟的釋出 而另一位投手王英山 則是只在桃園投了兩年 但異軍出賽一場 留下0.2局 送出三個寶送掉了一分的成績 2014年被桃園隊釋出 最後是2013年季末的交易 由統一的蔡錦豪換進桃園的林家瑋 是投手換投手的對位交易 但兩人去到新球隊後 都沒有太好的發展 蔡錦豪在Lamigo三年投下來 雖然吃下55.1局 但防衛率沒有一年是低於6的 至於林家瑋是連出賽機會都很少 除了2015年出賽兩場 投了2.1局無失分以外 2014和2016兩年的防衛率 分別為27和9.58 蔡錦豪和林家瑋兩位投手不約而同的 都在同年進職棒同樣在2016年一起離開 蔡錦豪是任意淫退 而林家瑋則是遭到釋出 九勝 不過以最緊張的情況來講 要達到這目標是比較困難 那野上方的飛球 最後是由林志平完成了街山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幫大家成員出來的交易案 大家對於以上的交易案 覺得誰才是最大的贏家 我還是覺得統一是用250萬換進張太山 根本是海學一波 大家也可以在影片下方跟我討論這些交易 那在影片結束之後 大家有三個工作要做 分別是追蹤我的IG 按下訂閱跟留言 我是阿多凱 我們下次見 掰掰